众所周知 人类历史上曾经有两个国家开发过航天飞机 其中一个是苏联 只不过一直到接体 他们的航天飞机都没执行过一次太空任务 另一个就是美国人了 他们造了五架航天飞机 执行了好几次飞行任务 但由于安全性不达标 以及价格不余昂贵 所以在2011年7月亚特兰第四号航天飞机升空执行完任务之后 美国取缔了所有的航天飞机 美国人表示航天飞机是失败的发明和设计 研发这个东西是美国最大的决策失误 美国人认为航天飞机技术复杂 生产和维护成本高 可出动率低 而且安全性还差 这个东西和宇宙飞船比差远了 宇宙飞船不仅便宜 而且安全 还无需强行追求可重复使用 技术难度和研发成本也都很低 一边便宜皮实好用的宇宙飞船 一边又贵又不好用的航天飞机 美国人一看就做了决定 然而最近 中国航空工业集团成都研究所 又把这个被美国人盖棺定论为失败的东西拿出来了 这就是耗拢货运航天飞机 可能很多人都疑惑 明明美国人都亲身经历验证了 航天飞机存在各种缺陷 并且将其淘汰 为什么中国还要走这条不成功的老路呢 原因两个 首先第一个原因 航天飞机是有自己优点的 这个优点是货运量大 美国每次把航天飞机送上太空 要么就送一点点补给品 要么就运输三四个人 你这样搞浪费呀 但中国不一样 各位别忘了 我们打算搞什么事情呢 哎 没错 修月球基地 各位觉得 你修一整个月球基地 或者完成南天门计划 你仅仅一号 宇宙飞船那样的小东西能搞定吗 所以美国人玩航天飞机 性价比低 但我们玩航天飞机 性价比不就上来了吗 第二个原因 各位珍觉的中国现代的工业技术 与航天科技和美国十年前一样 航天飞机刚开发出来的时候 存在的那些缺陷 其实都是冷战时期 美国强行点出不属于当前时代科技的各种后遗症 当年的航天飞机实在是无法避免诸如生产和维护成本高昂 精密零部件容易损耗 以及设计系统难度大等问题 至于为什么不改进 你看看现在的美国铁路 美国机场 美国地铁 美国公路 这些和赚钱息息相关的基础设施 他们都不改进 甚至都不维护闲浪费钱 他们有可能去花钱改进 和挣钱更没有什么关系的航天科技吗 现在可是21世纪的第三个十年了 这里是中国 现在在中国这些工业技术材料学加工技术 可比20世纪70年代的美国先进的多 根据中航公开内容 我国生产的号龙一号航天飞机最大特点是低成本 由此可见 我国攻克了不少当初美国都没攻克的技术难题 我们肯定是用新工艺新技术 将航天飞机的研发制造维护成本打下来 同时把质量提了上去 毕竟现在我们开发航天飞机 目的不是为了和谁竞争 也不是为了展现自己新鲜技术 而是因为我们现在就需要一款可以用的实用化装备 就像我们登月不是为了踩脚印而是为了探索和开发月球一样 所以美国人玩不转的东西我们拿起来并且玩转了 这就是为什么我们能成功复活航天飞机